每到中原普渡 民众都会准备好料祭拜好兄弟 在彰化方苑乡方安宫秉持传统 准备了超萌海鲜 6只帝王蟹 12只龙虾跟数十只红蟻螃蟹等等来祭拜 要让好兄弟饱餐一顿 展现了海口人海派的性格 民众把照片PO上脸书 直呼有够狂 网友也纷纷留言说 这根本是要让好兄弟吃到痛风 中原普渡庙前广场大起棚架 信众准备异常做好料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超澎湃 路旁还有一卡车超过三百包百米 要让好兄弟吃东西 最狂贡品不是亮多就赢 看工作上神蒙海鲜 6只帝王蟹直接给他摆上去 还有12只龙虾 数十只红蟋螃蟹 一块上桌祭拜 民众拍照上传脸书直呼有够狂 网友也纷纷留言 这根本是由好兄弟吃到痛风 抓到什么我摆成的 疫情关系就 这张话方院方案供的普渡活动 当地居民多靠海为生 为求鱼获丰收 每年都准备海鲜贡品来祭拜 而且一年比一年还浮夸 优势还会爆桌 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 只有头家卤主代表参加普渡活动 海鲜贡品不如往年丰盛 一碗普渡桌都有一两百桌 今年只剩三四十桌 但还是有六只帝王蟹 十二只龙虾诚意十足 相信好兄弟能够体谅保佑村民平安 接待人们唱话唱不到